英文基礎文法 冠詞 今天我們要來談冠詞 什麼是冠詞 在英文句子裡面主要是對名詞當作限定用的單詞 英文中常用到的冠詞分別為a還有an還有the 我們看下面的範例 第一句是This is a book 這是一本書沒有指什麼書名就是一本書 只是告訴大家一本書 第二個 There is an apple on the table 那裡有一個蘋果在桌子上 它也沒有指特定哪一個 所以都是非特定的時候就用an或者是a 第三個句子就是用the She is the girl whose name is Mary 有限定那個女孩子 就是說那特殊限定的所以就用the girl 那她就是這個女孩她的名字叫瑪莉 我們有講到a跟m就是不定冠詞 它沒有指特定的名詞 它不是指定一個特定的名詞 不定冠詞的後面的名詞必須為可數名詞且為單數型 你假如是不可數名詞或者是複數型不可以用2或者n 它一定是用在單數型的或者是可數名詞 n用在自首為母音發音的名詞前面 你假如是非母音子音發音的話用2 母音發音的話就用n 第一句 do you have a pen 這是一個非特殊的名詞 它就是說你有沒有一支筆 a 第二個 there is a book on the chair 在那椅子上有一本書 椅子是限定的 書沒有限定 所以書前面用a 椅子前面用the 第三個句子 he is an old man 他是一個老人 那 有沒有看到old old 是發母音 所以呢 要用an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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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個句子 i buy an mp3 player 注意到mp3 m的發音是 m的話是母音的發音 就變成要用an mp3 player 注意到這一個 我們下面還會再舉例講到 你的名詞是母音發音的 前面的不定冠詞就要用an 不可以用耳 譬如我們來看一下例子 像第一個螞蟻an ant 耳朵an ear 老女人用an old woman 鴕鳥用an an ostrich 你有看到an 發音是母音的開頭 所以an an 前面的句子講到mp3 player 就是變成an mp3 player 後面要注意到user user 很多人看到u是母音啊 也是發音起來 u的母音 第一個前面是j 所以注意到u的發音並不是母音 所以變成a user 不要寫成an user 注意到這文法常考的 第二個呢 a useful tool a useful tool的u發音跟前面的user發音是一樣的 很好用的工具 a useful tool 那注意到前面是要用a useful tool 接下來我們來看冠詞在文章中的位置擺設 注意到哈 假如你有冠詞有名詞中間有插副詞形容詞的時候 你要用這樣的方式來擺 把副詞跟形容詞一定插在中間 我們舉第一個例子來看 a girl 一個女孩 a girl 中間沒有副詞沒有形容詞 就用a girl 第二句插了一個beautiful a beautiful girl 多了一個形容詞 一個漂亮的女孩 你就變成a beautiful girl 第三個句子呢 插了副詞進來 a very beautiful girl very要放在beautiful的形容詞的前面去修飾beautiful 那beautiful要放在名詞的前面修飾名詞 那注意到冠詞要放在他們的前面 所以變成a very beautiful girl 注意到冠詞的位置 好 接著我們來看the定冠詞 它是表示用在特定的名詞上 那它有許多使用的時機 我們來看一下the的使用時機 1 單數名詞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被提到的時候要用a或者an 但是再次提到的時候 就要用the 舉例來看 好我們說到了 I bought a book 那a book看到沒有 我買了一本書 非特定 但是Mary就回答Tom說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book 你的那本書要多少錢呢 對不對 你付了那本書要多少錢 有沒有看到這the book 就變成特定了 所以這個習慣用語要了解 好注意到the的發音 假如the的發音 假如the後面接的是母音的話 就要唸成th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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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這個例子 the book book 那b是子音 所以發the book 假母音的話 就變the apple 特定的蘋果 the apple 就是變你 定冠詞the的使用時期二 假如是使用在世界上唯一存在的事物 用到the the the earth is round 這地球 地球是圓的 這是特定的 地球只有一個 所以要用冰冠詞 the 第二個是 太陽也是唯一的 所以變成the sun is hot the sun is hot 這個s是發指音 所以前面這個不要發成底 要發成the the the sun is hot 太陽是熱的 太陽唯一 所以前面有定冠詞要加 第三個 the moon is bright the moon is bright the moon is bright 月亮是明亮的 所以要加定冠詞the 使用時期三 表達形容詞 副詞的最高級 前面要加定冠詞the the 我們來看下面範例 he is the smartest boy in our class smartest是最高級 所以前面要加定冠詞的 他是我們班最聰明的男孩 第二句 he is the toddy student in my school toddy is is最高級 他是我們學校最高的學生 這都是用最高級 前面要加定冠詞的 使用時期四 使用樂器名稱時候 前面一定要加定冠詞the 舉例來講 第一個 he loves to play the piano piano是樂器 所以要加the the piano 所以他喜歡彈鋼琴 第二句 the girl who plays the guitar is beautiful the guitar the guitar 是樂器 所以前面加the 這女孩 彈吉他的這女孩很漂亮 第三句 my brother didn't like to play the violin violin是樂器 所以前面要加定冠詞the 好 接下來使用時期五 定冠詞the 和形容詞一起使用的時候 代表複數人稱名詞 我們來看一下 the poor the poor 就等於the poor people the young 等於the young people the rich 等於the rich people the handsome 等於the handsome people 所以 這也是一個習慣用語的 加上形容詞 就代表複數的人稱 這是使用時期五 使用時期六呢 有一些特定專有名詞和 定冠詞在一起使用 就是說海洋河流 就變成the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交通工具 the Titania 鐵塔尼號 報章雜誌 報紙 the Times 時代雜誌 特殊的地名 the Sahara Sahara Sahara沙漠 用定冠詞的 公共場所 the Post Office 邮局 the Zoom 動物園 公共場所 都加的 機構公司 也是會用 定冠詞的 the Ford Motor Company 福特汽車公司 第七個使用時期是 人的姓氏後面 加S 稱為夫婦或家族 全體的時候 前面要加定冠詞 比如舉例來講 the Browns 布朗家族 或者布朗夫婦 the Johnson Johnson夫婦 the White 懷特夫婦 所以這些都是 在人姓氏後面 就變成夫婦或家族了 那就要用定冠詞 the 接下來使用時期八 和定冠詞 在一起使用的慣用語 比如說我們常講的 比如說我們看 在早上下午 晚上就變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evening 第二個是 in the sun 在陽光下 in the dark 在黑暗中 in the 21st century 在21世紀 at the beginning 在開始 in the middle in the end 中間 或者是結束 所以這些都是 定冠詞使用的一些時機 雖然冠詞在我們 每一個英文句子都常使用 可是我們同學一樣 要把它分得非常清楚 這就是以上我們 冠詞使用的一些方法 希望同學能夠學會 see you next time 拜拜